喂 你们在做什么啊 烧烧烧 你爸爸的路啊 去死啦 你自己死了 去烧啦 刚才就不好行 现在就好行 莫名奇妙 看到有一个小姑娘在哪 小姑娘 不管前世 人比鬼恐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 吉尚满堂的 杜远隆秀 我是你们百物师 伊燕 若 我是你们的社会 我是Simon 那今天呢 我们就回来到我们的 林的星星 好啦 我是你们师傅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故事啦 你们准备好听齁 啊 啊 啊 OK OK 呃 干嘛 OK 那今天呢 我就要跟大家分享这个 其实这个故事呢 是在农历区业发生 嗯哼 那有一个两公婆 他们在路上啦 在驾着车 这个老公在驾着车 嗯 在路上的时候呢 你们知道了 农历区业 很多人在路边烧纸啊 拜拜之类 拜给老兄弟 对吗 对对对 就是烧这种锡钱啊 是不是 对 那这个两夫妻呢 他们就在路上驾车的时候 要回着家 他就看到有人在路边烧这个锡钱 对 对 因为为什么锡钱很长啊 在烧手很会飞 对 是不是在这个车就飞了什么 飞了门地啊 你烧这些好兄弟的衣服啊 钱之类 对 所以他烧了很多啊 又不是烧一点 他烧很大 嗯 因为要供奉他有这个行嘛 对对对对 所以他烧到很大呢 这个钱呢 烧了他的灰飞来飞去 对吗 嗯嗯嗯 那这两夫妻呢 驾着车在路上的时候 就看到了 这个老公就多管钱 是咯 嗯 就没有弄到他 但是他看到他心里不爽 他就开床 驾到他那边 喂 OK 吓到我 你们在做什么啊 在烧烧烧 你爸爸的路啊 去死啦 你自己死了 去烧啦 蛤 很坏一种人 这种人就是 家爸没所找啊 多管钱是啊 对吗 OK好咯 你知道更好笑什么啊 就是这句话 从你的嘴巴讲出来的时候 更好笑吗 嘴巴 嘴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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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个老公呢 两夫妻呢 这个老公讲完了呢 就关车 要关那个窗 然后继续嫁到他了 哇他老婆也不会怎样啊 他老婆就讲他了 人家七月 农历七月 拜拜 你在那边 骂人 讲人做梦啊 如果他的老婆也是这样 就惨了 还好他老婆 对吗 所以他老公这样子做 他老婆就讲 人家尊敬吗 人家在那边拜 这人家是你在那边 大喊大叫 像什么这样 对吗 然后又是农历七月 你大喊大叫 不只是人听到咧 还有别的 零也是听到 零听到咧 对吗 对对对 那这个车就继续走 他就继续驾这个路 对 驾驾驾驾到一半 诶 这么前面有人这样 招手的 晚上了 这样夜了在路 前面有人招手 是不是叫不到Grab 叫不到车啊 要回家 是吗 然后他在这边招手 好像停车停车 这样子 嗯嗯嗯 结果他老婆就讲 诶 这样奇怪 半夜有人去看一下 是不是有问题 这样子 对 所以他老公就 好心咯 看到有一个 刚才就不好心 现在就好心 莫名其妙 看到有一个小姑娘 小姑娘 那个老公就 看到小姑娘 当然停了 对不对 他就要停 结果叫到前面 进去 嗯 这个招手的姑娘 不见了 就你了 就是不见了 奇怪 嗯嗯 他老婆 诶 我明明看到了 他问他老公你有看到吗 你有看到吗 是不是有看到 是 看到有人招手吗 这么加到那边 不见人去 嗯 有事就继续走 继续走的时候 突然间 这个女生 这个姑娘 嗯 他在这个车 不一定 但是他们 不知道 蛤 他们不知道 其实已经到那个地方 这个女生 已经上他车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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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走,突然间这个女生的头发掉下来 弄到那个她老婆的脸 不要 吓到哦 但是她又没有开窗,她的窗子关了 怎么会弄到呢 她爬在屋顶 其实屋顶她可以进去的 对对对 弄到那个老婆,老婆吓 你可以不要这样子吗,你突然间 我只是给你吓死线哦 不是吓她老婆,是吓我 有意思吗 然后她的老婆就想到 怎么怎么怎么 有东西弄到我的脸的头发 然后呢 这个女的姑娘呢 就看着她老婆 看着她老婆 我也看着你耶 今天你的新生故事就完了 什么鬼哦 今天你的故事就是完了 那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我给人吓到我的魂飞了 又进来一次 那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是在农烈契业的时候 大家在外面拜好兄弟都好 你信不信 保持尊敬 尊敬大家的宗教 尊敬大家的女士 他没有在你家外面烧的好 对对吗 就算他在他家外面 在这个路上烧 这个路是大家 对 你不爽 你静静你去report还是什么 随便你 不要在汤厂人家做的法会 在那边多管钱 也是大喊大招 对吗 对 那农历区业的路上 很多好兄弟要收这些钱 你叫人家这样子做去骂 这个就像什么 就像人家出兵的时候 你有听过出兵的时候 不要割车吗 不要割那个棺材车吗 对 有些人不信嫌割了 结果发生事情 对 真的是 对不对 对 所以尊敬不是人也要尊敬 但是你尊敬这个节日 是给这些灵体 对 对不对 尊敬他们 因为人家在做这功德嘛 在做这不思 然后那些灵体就 可能他们在受苦 然后好不容易今天就是 可以拿到这个东西 就人家不思给他们 他们才可以接受到 然后突然间你这样子去骂 然后他们难得的机会 因为你想他会仇恨你呢 这就一年一次的东西 对 你让他们去嘛 又不是每天 对对对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灵呢 为什么会去跟住他们 因为他也已经不尊敬这个灵体 对 已经不尊敬他们的这个仪式 然后去大喊他们 那这个灵就有这种烟气 就跟住他们 可是每次庆约的时候很多啊 就有这样的事情啊 而且人是在那边很烦的 就有时候我们很像做法会啊 之类的 他们就说啊 你为什么要做啊 那我就刚好 之前有收到一个信息说 人家在家住啊 有一个公园 他们花了在那边烧这个 稀钱给这些七月鬼啊 七月半的灵屯 然后有另外一个宗教 另外一个 这个 种族 种族的人就去拍video 拍去讲 诶你们在做什么啊 是不是鬼节啊 这么你们不敢露脸啊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有看那个video 对 这么露脸啊 这么 完全不尊敬的 你要我们尊敬你的中将 你要尊敬我们 没有 你要讲那个影片人家不懂 你要跟他们讲讲 OK 所以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那个影片是这样子 就是 有两个女孩子很年轻的 差不多像我们年龄那样子 他们就在他们自己的 达曼花园那边去做这个仪式 然后就烧 也不会烧很多 不会像我们面蛙烧很多这样 他们就烧一点点这样子 就是供风这样子啦 然后因为他们家 又是刚好那种 没有草地嘛 不方便烧嘛 所以他们就去他们的达曼 有草地的地方烧 然后有一个另外一个种族的女人 她是拿着她的电话去拍他们 然后我讲 看看看这在做什么 你们两个在做什么 诶 不会在你自己家里去做啊 不会在那边要来到人家公园 这公园是大家的你 以为是你家啦 你在那边 怎么做事情不敢看camera 不敢看相机啊 怎么来给我看你的脸啊 你叫什么名 你住哪一间的 就像 就像这个故事的这个老公这样子 对 多管闲事 对 那这两个母女呢 他们在笑的时候 啊鬼去找她 不是母女 是朋友这样 啊朋友 鬼去找她 鬼去找她 对啊鬼去找她 你去找她 因为她不相信鬼去 很好笑这个影片 对 所以 这个其实在7月的时候很常见 就是每一次 有一部分的人就是会打击这个东西 但是相信的人呢 宗教像我们这样子 我们都会很尊敬到这个节日 因为她不只是中元节 而且是鱼南盆节 对 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整个功德的一天来的 所以很多人不相信 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尊敬一下 对 因为不然你会自己惹一些不该惹的麻烦 OK 所以虽然是这样你讲 你骂人 那那个人也就是这样子咯 可能他受伤一下 我烧一个东西 没有挨到你的事 我突然间要给你骂 就不要理你咯 这样子可能会伤心一下 但是那些灵呢 你想一下 所以你看到很多这种玄学的事情发生 对 不是突然间 是人自己惹上 惹上身体的你知道吗 对 这人就很 你有没有听过 人比鬼恐怖 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原因 对 真的因为每次通常啦 以我们的经验来说啦 这些灵体啊 就算我们通灵都好 其实这些灵体不会随随便便乱来 因为灵体他们在这个宇宙里面 在这个整个世界 在这个六道里面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境界 也就是说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规矩要守 所以他们是不可以随随便便去跟人 去捣乱人 是不可以的 除非那个人犯到他 但是通常往往很多人就来跟我们说 师父那个鬼来弄我 我心想是你去弄鬼先 就是这样子 而且有些人甚至会讲 我的冤情在主啊 怎样怎样弄我啊 他们不要放过我啊 其实是你应该要还给他们 因为是你在之前欠了他们 但是你不能够承认你自己的错误 所以变成你就是去怪 这样子是一个非常非常的 不 不道德的行为啦 讲真 真的是非常的不道德 所以我劝大家 就是不要没事找事做 不要吃饱过头的 先空 对 好 那今天你的新生就到这里结束了 对 好 嗯 嗯 OK 所以今天我们的新生就到这里结束 然后我们的这个影片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呢 记得要帮我们订阅按赞 分享还有在下面留言 留言你对这支影片的看法 还有如果你有什么想法 或者你有什么想要看的内容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都会看哦 还有不要忘记去 去follow我们两个 私人还有我们度眼龙兽的这个官方IG帐号 因为我们会时时常常的放我们的玄学智慧给大家 还有我们的Facebook page 新生满堂度眼龙兽 会时不时的去跟大家直播互动 所以不要错过我们每一个发布的影片和直播哦 所以记得要全部like like like 全部follow follow follow OK 所以我们新生满堂度眼龙兽每天晚上7点准时发布影片 每天晚上7点 准时发布影片咯 拜拜